不過說到台積電對於台灣來講的話 真的是台灣的護國神山 包括他在今天 對於台股來說 也扮演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在今天當然台積電穩盤 那麼再加上鴻海 聯發客 這些全值股的拉台之下 台股在今天是以上漲188點來作收 要請教永年哥 不過現在大家其實 最新的庶民指標已經出來了 民眾對於4月的股市 感覺上這個樂觀的情況 已經在往下掉了 對 沒錯 其實我們可以看 其實在上上個禮拜之前 在4月初 3月底 4月初 其實市場的信心就已經開始 一直越來越淡化了 你知道嗎 開始鬆動了 對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從1月15號開始 一路漲 漲了三個月 漲了三個月都沒有休息 是誰都怕 對不對 漲了3732點 所以大家都會怕 那麼上個禮拜 來了一根長黑 一根長黑之後 大家心裡可能會比較舒坦一點 可是也因為這個長黑 大家也擔心會不會 接下來還有更長的這個黑出現 上個禮拜五跌了這個 史上最大單日跌點之後 這700多點把大星星也跌掉了 對 把它嚇死了 當然因為今天有反彈了 事實上它在上禮拜五 就留了很長的下引線 235點下引線 然後今天又開始出現一個反彈 所以看起來 這個周線看起來還不錯 然後有反彈 可是我們要注意看 為什麼今天會有反彈 大家看一下 大家還記得上禮拜五的時候 外資的賣超 857億 是史上第二高 對不對 第二大量 那麼我們就做了一個統計 做什麼統計 就是在過去15次 在外資賣超前15名 歷史15名 第三天 就是今天就是第三天 它會出現什麼事情 藏紅 對 每一次都是這個樣子 對 有87.5%的機率是收藏紅 就是第三天 而且外資在今天 已經轉外賣了 外資在今天是加碼了 買了14億 雖然沒有買很多 但是在今天也是 已經版多了 開始買超了 而且它在空單也減少 台子期的空單也減少 對不對 OK 好 所以第三天通常會反彈 這個統計非常準 OK 好 我們現在有關心的是 一個月之後 這個大盤會怎麼樣 有60%的機會 它是收紅的 還是有六成的機會 對 有六成的機會 有機會在晚上 這一次會不會 跟以前是一樣的 也收紅 那我們就要看這裡了 在這邊 這一次為什麼會止跌 因為第一個 它是這個叫做季線 碰到季線了 然後止跌了 所以第一個支撐點 就在季線 我們上個禮拜五的 最低點19291 萬一不小心跌破的話 跌破的話會怎麼樣 在這邊就是這一波 從17151漲到20883的 二分之一的位置 是在19000點 這裡也會有個支撐 再往下看 如果回檔0.618的話 黃金切割率0.618 剛好也是18570 這邊的跳空缺口 就是農曆新年開封盤 那一天的低點 18550 然後又是半年線 所以這個18550 這個附近 是個非常強勢的支撐 有沒有可能會碰到 我是覺得說有可能 還是有可能 有可能 為什麼說有可能 因為從周縣來看 一個長黑一個小紅黑 之後再繼續再往下探底 這機會還是滿大的 所以還是要特別 在操作上的話 第二季是不是要比較保守一些 對 可能要等到 大概六月中以後才會 情況才會比較穩定一點 不過在最近還有一個搭事 就是在先前很紅的 00939 00940 他們現在也面臨到 要調整他們的成分股 然後請教永年哥 這些如果說有一些 新被選入納入的這些股票的話 在這個時候 可以趁著低點的時候來佈局嗎 對 其實它現在是這樣子 其實現在大家都想說 00940 00939是破發 它到底要什麼時候 才能回到它這個成本價值上 那麼其實換股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為什麼 因為00939跟00940 他們進場的時候 都是買在高點 對不對 所以這些股票價格跌下來了 你知道要什麼辦法 他沒有辦法 因為他所有的錢都已經在 在這個上市之前 就已經全部都進去了 雖然他們現在有增加 現在有投資人還在繼續 可是那個幾十億而已 那個杯水車薪了 所以真正能夠讓他 起死回生是什麼 換股 那換股呢 所以他換股要選什麼股票 第一個 殖利率要夠高 因為他五月換股的目的 就是為了要迎接這個七月 六 七月的除息 也很怕會不會配不出來 對 所以他要換配得出來 已經確定的配得出來 然後他的位階要比較低的 股價的位階要比較低的 所以我們看一下 他有哪一些股票 有可能會被踢出去的 就是他的 我們把他的這個殖利率 是在3.5以下的 我們把他列出來 所以這些都是不到3.5%的 對 都不到3.5%的 那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了 那技術面上面來講的話 東洋 光洋科 加世達 神達 漢宇伯 帝寶 頭部都已經有 有點成形的跡象 技術面已經轉弱了 有可能會往下去 這個要稍微小心一點 至於說 這個高殖利率 有可能會被納入成分股了 我們也列了10檔出來 其中有一檔 金城銀這是一定要列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的殖利率高 他5.37% 對 金城銀 5.37% 可是他有個問題 他已經被00733 00900跟00913 納入成分股了 大家都把他納入成分股 對 而且2月26號 重複性很高 重複性太高了 而且2月26號以來 他已經漲了40%了 股價也先反映了 對 所以你想想看 00939跟00940 已經吃過這個虧了 他還會重蹈覆測 不太會 對 所以我們在這邊 列出來一些股票 大家可以注意看 過去5個交易日 這些當然都是 他的殖利率 都是4.5%以上 過去5個交易日 大家可以看 外資跟投信 同步買超的股票 我們是可以值得注意的 好 我們以個股來看的話 第一個 我看6269的台郡 大家可能會想說 這支股票好像沉悶很久 大家都很久沒提到 這支股票了 對不對 所以從他的技術線 引開得出來 對 對不對 整理好長一段時間 可是他就符合了 我剛剛講的位階低 對 沒有人理他 對不對 OK 那麼事實上 他持續在轉型 因為好像AI高頻高速 傳輸發展 那麼目前的股價 約莫是在1.1倍的股價 淨值比而已 其實這相當低的 而且他位階也低 股價淨值比也低 所以這一檔股票 而且他已經站上 年限已經站上6個禮拜了 站上6個禮拜 所以他有機會 只要帶量 如果這些ETF 看上他的話 他是有機會展開一波漲勢的 好 第二個是我們看 2889的國泰國票金 為什麼看國票金 因為他去年 你大家記不記得 去年他沒有配息 對不對 他氣得要死 所以他是股價 股價就往下 對 跌翻了 對不對 可是他去年獲利創下 成立以來的新高 成立新高 而且他今年配息 現金是0.73 他還加上0.25的股票股力 我們光看現金殖利率 就超過5% 而且他也符合 剛剛永寧哥所提到的 包括外資 投信 都是同步在買銷 都在那買方 而且大家看這個周線 在7個禮拜之前 他是一根帶量的長紅 對 然後之後 他橫向盤整了6個禮拜 對不對 盤整了6個禮拜之後 你注意看 外資投信都站在買方 所以第一個 他是屬於一個強勢 震盪整理的格局 而且這個籌碼 也比較穩定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支股票 都是可以注一下 單價非常低 才14塊不到 對不對 也是符合比較 位階比較低 對 單價又低 對 相對比較安全的 是的 我們當然是 說完